八月的林鼎洋海面上 一股热带气流 正在不断地汇聚 这是台风即将来临的征兆 搭冲口码头 聚集着来自月 敏 贵三生的渔船 今年的休渔期刚刚结束 等待的两个半月的渔民 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出海捕捞的季节 临近中午 渔船纷纷拔锚起航 阿明和船上的胡迹们 用一种传统的方式 祈祷幸运的将领 密集的鞭炮声 传递着他们对大海的敬畏 虽然台风仍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海面上 但眼前的景象 已是山雨欲来丰满楼了 阿明不免有些焦虑 这样的天气显然不利于出海捕捞 然而至于等待了两个半月的渔民来讲 这似乎算不了什么 这是捕虾的季节 在离开海岸线四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阿明找到了一处虾群的聚集群 十几张大王很快沉入了海里 此刻在风浪的催动下 一船拖着五十多米长的虾王 在颠簸的海面上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 风浪越来越大 剧烈的颠簸 让人的胃部产生了一阵阵的惊怀 只有常年生活在海上的渔民 才能做到处之泰然 十几张虾王陆续收起 各种鱼虾占据了船舱里 狭小的空间 眼前的景象 让阿明和他的伙计们 脸上的表情明显轻松了很多 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 对渔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然而意料之外的喜悦 却并不常有 老实人家就多一点 水口是亮的 在这片海域能够捕捞到的主要是天然的红须虾和黄虾 这两种虾虾虽然算不上是虾中的贵族 但是饱满紧实的肉质 鲜甜多汁的口感 加上相对低廉的价格 让他们一直得到十克的青睐 新鲜与否将决定着这些美味的神价 阿明必须赶在天黑之前 把今天捕捞的所有红须虾和黄虾送到海鲜市场 所以在下了两次网之后 他的渔船开始返航 阿明今天捕捞到的三百多斤海鲜 以极快的速度被转移到了岸上 船主与生患之间 是一种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而海鲜收购的价格 则会根据当天市场的供需 上下浮动 经过冷冻保鲜处理 八小时之后 数千公里之外的天津人 将品尝到来自中国南方的海鲜 而最快的将会在一小时之后 被送到附近的各大酒楼 成为人们盘中的美味 西阳西下 渔舟畅晚 阿明和伙计们终于可以坐下来享受这一片当中最惬意的时光 这些菜看上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它是最新美 最延似的 它的特点就是表面看起普通 但是来来是最新美的 本身它的材料量 更加上自己一个办劳动的时候辛苦 然后辛苦后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觉得特别之味 烹制海鲜 利民一直采用最简单的方法 清蒸 白灼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 才能将海鲜的甜美释放到极致 放晚 出海捕捞的渔民结束了一天的作业 然而另一场红树林里的捕捞 却才刚刚开始 梨花花和他的同伴 趁着掌潮的时机 乘着小船穿行在这片红树林当中 他们正准备捕捞一种 专属于红树林里的美味 小船上装载着 由尼龙丝编制而成的浸龙 每一条浸龙都有五六米长 这种传统的浸龙捕捞方式 看上去显得有些古老 但在这片水域它却非常实用 春的就多虾 秋冬就多鱼 那些鲨鱼啊 那些就一根几两啊 那些多大条 几年前为了净化西江水质 减缓潮汐对岸地的侵蚀 当地政府在大冲口的临海滩图 印中了四百多末的红树林 秋冬时分 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的候鸟 也经常在这里栖息 红树林根部吸附的腐植质 是难得的养料 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鱼虾 和贝壳类的水产 再次繁衍 经过一整夜漫长的等待 清晨潮水开始回落 丽化环和他的同伴们 撑着小船 再次出现在红树林 大头虾是他们今天 主要的捕捞目标 几十条浸龙 分布在四百多亩广阔的红树林 他们只能分头行动 看来今天他们的运气 并不是太好 很多条浸龙都空空如也 绿的网是疏点的 浸龙的眼睛是疏点的 浸龙一大直上来 整个小直再大一点 再绿的上来 今天他们只捕捞到了 四五斤大头虾 按照当天的收购价 可以卖到两百元左右 而在旺季的时候 他们一天可以收获 十多斤的大头虾 很快 丽化环刚刚捕捞到的大头虾 就出现在大冲口附近 专做海鲜的餐馆十四里 此外 跳跳鱼 白鸽鱼 这些红树林和周围摊土上的常客 同样受到食客们的钟爱 潮起潮落 不同的境界 红树林总会给人们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这些红树林总会不会在一起 有没有打个游 打个游 打个游 有没有打个游 不是有没有打个游